少林寺毗卢殿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些陷入地面的坑 也就是传说中的角窝 关于这些角窝的形成是一个奇迹 以至成为少林寺的难解之谜 这位深得少林真宫的梁桂武师傅 向弟子们示范了胡博靶 相传这种是少林武功中最古老的基本功之一 你看他的每一次进攻和跺脚要刚好踩在角窝的中间 胡博靶分三个招式 白鹤亮翅 冲锤 还有就是轰地炮 现在这种胡博靶练功法可以揭开角窝之谜了 少林武功不愧是我国武坛中的经典 这种胡博靶